倩倩 你现在长大了 也懂事了 有些事情你应该知道 爸爸跟妈妈离婚也要三年了 也要开始新的生活 所以我就给你找了个新妈妈 快叫妈妈 妈妈 真乖 她以后肯定会对你很好的 像亲妈妈一样 爸爸平时工作忙 也没办法全心全意的照顾你 以后这个妈妈呢 就在家里陪你好不好 好 你就安心工作吧 等我跟孩子熟悉了就好了 行 嗯 那就不说了 倩倩还得上学呢 我去送她 今天我有空 还是我送上去吧 你在家里做饭 等一下我们回来吃饭 嗯 好 慢点啊 老婆 你看咱们都结婚两年了 你为什么都还没怀孕啊 哦 可能 是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吧 要不咱们就别要孩子了 那怎么行啊 你跟我结婚总得有个孩子吧 不行 我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我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花那冤枉钱干什么 不去了 肯定是我自己的原因 孩子 孩子就不要了吧 有倩倩就挺好的了 以后 倩倩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去做饭了 你想吃什么菜啊 随便嘛 随便嘛 不对啊 为什么一说这怀孕的事 就遮着眼眼的 肯定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要不我去买个监控吧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老包这么没在家 来看看这监控 看能不能发现点什么 居然偷偷喝避孕药 气死我了 喂 小绿 你在哪呢 我在家买东西 怎么了 快回来 我跟你说点事 快点 什么事啊 这么急 放心 我马上回来啊 老公 这 这怎么了呀 怎么了 怎么了 自己看 你都知道了 我就纳闷 你这两年 为什么都没怀孕 所以啊 我就装个监控看看 我这一看啊 吓我一跳 跟我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吧 小绿啊 这孩子不是我不想要 我也想要啊 可是你考虑过倩倩的感受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跟我说说 我当初嫁给你的时候 有一次我去接她放学 听到倩倩跟她的同学说 她的新妈妈要生弟弟了 生了弟弟就不会要她了 她的爸爸就只会要弟弟 不会要她了 所以 所以你就偷偷的喝冰药 你也太傻了 这太委屈你了 不委屈 倩倩是你的女儿 也是我的女儿 我会说 我会把倩倩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的 要不 我跟倩倩好好说一说 其实孩子长大了就懂了 不用啊 我已经决定不生了 有倩倩一个 就挺好的了 啊 就这么定了 行 我听你的 在网上聊了一年多 终于可以见面了 希望彼此都不会失望吧 妈 你到底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啊 我带你去医院走 妈现在好多了 你先坐下 我有话跟你说 有什么事啊 快说 说完了我带你去医院检查 妈现在真的没事了 儿子啊 妈给你安排了一个相亲 你去见一下吧 相亲 你怎么又给我安排相亲啊 我都说了我不去相亲 我跟你讲啊 这一次这个姑娘啊 真的很不错 你就去见一下吧 妈 我看你好好的 感情你是骗我回家相亲的 妈 你怎么能这样啊 哎呀 我的心脏 哎呦好痛啊 你这样下去啊 妈迟早会被你气死 妈 你就算吧 没事都这样 你说你都饿死好几了 你是不是不想妈抱孙子 妈 我现在工作真的很忙 我不想走 忙不忙 你就知道忙 老婆都没有 你挣钱给谁发 给你花 你这孩子 有了老婆 挣钱才更有动力 反正你今天必须给我去 妈 我真的不想去 我公司还有事要忙呢 你这次要是不去啊 你以后就别叫我妈了 行行行 这是我提你的去见 那这是最后一次了 知道了 这一次你去了 一定会成功的 这姑娘啊 真的很不错 名字 弟子 名字啊 叫小丽 弟子啊 在人民广场 你现在马上就过去 那行妈 那我先过去了 你怎么还没来啊 怎么还没来啊 哎 阿姨啊 你怎么了 哎呦 我肚子痛 好痛啊 阿姨啊 你是一个人在这边吗 是 就我自己 哎呦 我肚子好痛啊 这样吧阿姨 我送你去医院吧 医院啊 医院我就不去了 我身上也没有钱 这又在搞什么鬼啊 怎么回事啊 没事的 我这里有钱 我带你去吧 不耽误你的事吧 我 我现在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 救人要紧 我先送你去医院吧 走吧阿姨 谢谢你啊 姑娘 你真是一个好人 妈 你这是在干什么啊 小蕾 你就是小蕾吧 你是谁啊 我不认识你啊 姑娘 刚刚谢谢你啊 我现在肚子不痛了 我就先走了啊 哎 阿姨 阿姨 小蕾 那个是你妈妈吗 是啊 你怎么认识我啊 哦 你就是我的相亲对象啊 小蕾 我是小丽啊 你不认识我了吗 什么相亲对象啊 我们见过吗 是我妈了我过来相亲的 我是在网上 跟你聊了一年多的小蕾啊 是你约我过来见你的 聊了一年多 美女 你是不是认出人了 我从来没有跟你聊过 怎么可能 我从北京过来 就是为了来见你的 你现在却装作不认识我 美女 我真的没有跟你聊过 我平时工作忙 也很少跟人聊天的 所以你真的是认错人了 那你看这个是不是你啊 是我啊 你怎么会有我的照片啊 还有这个聊天记录 难道不是你跟我聊的吗 你看还有这个地址 也是你昨天发给我的 这什么情况啊 哦 我知道了 是你吧 美女 是我 但是我还得跟你道个歉 因为这不是我本人 而是我妈拿我的号跟你聊的 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样 美女 真的不好意思啊 我妈也是太想让我结婚了 所以才这样 真的对不起啊 我一直想见的小蕾 竟然都不知道我的存在 真的对不起啊 算了算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 而且还发生在我身上 对不起啊 我先走了 等一下 怎么了 还有事吗 既然你已经来了 就来这里旅游吧 你要不留下来玩一段时间 我给你做导游怎么样 啊 好呀 反正现在认识也不晚 你好我叫小蕾 欢迎你来到这个城市 你好我叫小蕾 走我带你去趟南远恒山 好